没吃完的食物喝过的饮料 通通都往冰箱摆 爆满的冰箱不止保鲜力大幅下降 还可能滋生超多细菌 一般来说食物摆在常温一个小时后 细菌就会翻倍 放进冷藏不会有杀菌的功能 没有好好保存的食物 放超过三天细菌会持续扩增 影响健康 像是这样冰箱内洒出来的汤汁 脏的包装袋 甚至没有风口高温的食物 都可能害你的冰箱细菌暴增十倍 比马桶还脏 应该一个礼拜会清一次的 一个礼拜清一次 就是会把食材分类 然后看要怎么摆放 固定清冰箱就变得很重要 使用小苏打粉或是白醋 可以有效去煤除脏 甚至还可以除臭 步骤的话可以先从冷藏开始 夹层抽屉边挑全部擦拭干净后 再换冷冻区 怕冷冻的食物坏掉 可以先占存到冷藏 等清理完成后再放回 一周一次冰箱免断垫 也可以清洁溜溜 清洁后的冰箱食物也不要乱塞 放七八分满就好 记得要分区存放 省电保鲜也避免细菌滋生 杨阳三家进城台中采访报道